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他也不退选 除非是上帝要收了他 他才要来宣布退选 结果现在上帝还没出现 上帝现在就站在川普的身边 对 所以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北约峰会上 大家其实并无心去探讨这些国际的事物 基本上无论是在任何的 我跟记者会的一个交流 或者是跟欧洲的高级官员私下的交流或对话 其实大家反反复复都在问 川普有没有可能会重返白宫 拜登究竟有没有办法继续来治理国际 或者是继续来领导北约向前迈进 所以整个现场是处在一个非常焦躁 不安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次的北约峰会 其实美国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它内部的 就是内部矛盾很深的时候 它就会转移这个矛盾的焦点 寻找外部的焦点 对 转移外部的焦点 它就是这次又把中国 拉到中国议题 拉进这个北约峰会里面 然后就说这个中国啊 什么帮助什么俄罗斯啊 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放在这个北约的宣言里面 然后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它就真的这个主办方 因为这次主办方是美国 因为这次北约峰会在华盛顿中 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先前 包括会召开记者会啊 然后就会不停要放消息啊 就这次的北约峰会啊 是要谈俄罗斯啊 然后要谈这个中国啊 然后还要谈这个北约 要扩张到这个意太 然后甚至邀请了 再一次的邀请这个北约的 这个四个意太盟友 就日本 中国 然后还有澳大利亚 等等 然后来到这个北约来 来开会 还有新西兰 纽西兰 然后北约来开会 所以这一次就是 他们就真的很努力地想要去转移这个焦点 但是真的在整个峰会上面 就会感觉到非常焦躁不安的一个情绪 所以这一次也是很罕见的 就是我们知道 在上一次的北约峰会呢 乌克兰简直就是空手而归 但是他这一次 因为大家就急着想说 这次拜登的状况 确实是相当的不理想 那他们很担心这个川普 会回到白宫 所以这个北约可能会面临大堆的一个恐慌 所以他们这次真的就是让乌克兰满载而归 就赶紧通过一连串的有关的 包括就是要输送这个F-16战斗机到乌克兰 提供430亿美元给乌克兰 甚至还在这个宣言里面提到就是 要提供乌克兰一个不可逆转的 成为成员的这一条道路 然后成为北约的成员 所以这次的峰会呢 乌克兰真的就是成了最大的一家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次的北约峰会里面 虽然美国他就 因为他是北约的这个领头羊 就是主导的一个国家 那同时呢 他这次真的就是要带这个中国议题 然后又要这个印太的一个议题 所以这次他们也把这些东西都包括到宣言里面去 但是我觉得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心里 或者是北约的成员国他们心里 对于这个印太的一个议题 他们感觉真的就是应付一下 应付美国一下就是 我们都已经到你这个东道主这边来开会了 那你提出这个要求 我们就应付一下 于是呢 我这次在峰会当中就不停的去追问 包括我提问了土耳其的总统 埃尔多安 然后去追问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 然后关于他们对于这个北约东扩到这个 印太或是亚太区域的一个看法究竟是什么 那他们给出的答案呢 跟这个北约的一个宣言 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我之前呢 是去过布鲁塞尔马德里现场 报导过北约峰会 而这次在华盛顿举办的北约峰会 应该是最不寻常的一次 那我这次在峰会当中 是提问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也采访到了波兰的外交部长 以及西欧的高级官员 也采访了反战示威者等等 得到了和你所看到的媒体报导 可能相当不同的面向 这次北约峰会的焦点 除了乌克兰还有印太区域 北约的印太伙伴 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也是第三度参与北约峰会 那对于北约在拜登政府的鼓励下 扩展到印太区域 我在场内跟场外做了不少的采访 听见了很不同的声音 像是我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记者会上 就听到他这么说 当然 这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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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个国家 我一直在意识 不过 我一直在意识 不过 我一直在意识 这些社会 没有办法 我一直在意识 不过 我一直在意识 这个社会 对 这是 民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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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民主党的 对 民主党的 对 我不意外 从波兰的外长这里出来 我也不意外 可是你看到这次灌溉云集啊 那基本上就是北约所有的成员国 来为本来是来为特朗 来为拜登造势的 本来他们是借着这一次呢 北约的七十五宗的峰会 而且这彩排好的嘛 就选举年的时候 要把美国把拜登席 把包装成一个世界的共主 就是民主世界的共主 可是因为拜登的表现太烂了嘛 所以呢 所以你会你会感觉到那种的焦虑感 那这次北约峰会 我也在注意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峰会 因为毕竟开完了之后 没没多久 这个共主就不选了 所以这个会等于就白开了 这个会与其说是为了北约开 不如说是为了拜登开 就为了拜登开 结果拜拜登又不选 那到底那这样子一个北约峰会 留下了什么 这次北约峰会就是 留下了一连串的焦虑 真的就是大家也不晓得 接下来该该往哪一个方向去 然后其实我也感觉 欧洲各国都也在做自己的一个准备 那其实在现场 除了美国的一个状况 比较混乱以外 那包括英国我们知道 英国才又患了新的水晶 没错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新的水晶 斯塔莫嘛 他那个时候 就只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还不到一周的一个时间 一次外访就是到北约峰会上面 他也搞不清楚 英国的这个外交全部的立场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太高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的 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那我们知道在北约峰会之前 他的政党在经历 在议会经历了大半 没错 对 他的整个地位也是相当的一个不稳 所以整个北约峰会感觉起来就是 大家都处在一个很焦虑不安的一个状况 然后大家所有新闻媒体的焦点 其实都不在北约峰会的身上 其实大家都在等这个拜登的记者会 其实大家就会去现场 然后从欧洲各国跑到美国 然后来报导这个峰会 其实就是准备要去报导拜登的这个记者会 那拜登的这个记者会 本来是安排下午这个四点半还五点半 反正中间一直拖一直拖 拖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然后拜登才出来开这个记者会 那没想到这个记者会上面 他也是办了不少的这个口误啦 包括把这个我的副总统哈里斯 也就是贺锦丽 然后说成这个川普是美国的副总统 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这样子 所以这次得约真的就是 除了乌克兰这次真的是满载而归以外 其他国家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相当不安 也不晓得我该不该多跟美国做什么样的承诺 就是我该不该多对拜登做一个承诺 那万一川普回来了怎么办 那川普会不会对我们国家 对这个 对拜登的承诺感到不满 然后来惩罚我 所以就是大家就处在一个很焦虑 不敢动的一个状况 但是他们唯一知道就是赶快 把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情给定下来 以防万一 那所以 其实这整个事件就是为什么 就是美国啦 或者是法国啦 或者是英国 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 我个人觉得这背后很大的因素 就是俄乌冲突 然后导致他们国内内部的一个不安的一个情绪上来 然后于是造成内部的一个冲突 因为他们给了太多钱给乌克兰 给了太多武器 给了太多 然后同时国内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现在就要进到这个共和党大会这边 就是我在共和党大会里面 就明显的感觉到 基本上这些参与共和党大会的这些党代表 我记得这次大概有将近二三十个人做采访 各式各样的 就是有一班的老百姓 然后也有这个 就是州的这个State of Secretary 州务卿 他们叫州务卿 州务卿 对州务卿 等等的 还有这个投资家啦 就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对话 基本上是没有人愿意继续支持乌克的 他们就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拿来 放在投资在美国自己的身上 那套一句川普他 他在各个场合他都说过的一句话 他就说 泽连斯基是全世界最棒的推销员 怎么说呢 就泽连斯基他只要来到美国一趟 他们就抱走六百五十亿美元 就真的就是宣传一下 然后就抱走一堆武器 抱走一堆钱 然后就离开 六百五十亿美元 这可不是一小数目 就光美国的教育部的整个全年的预算 也就六百五十亿美元 那美国教育 我们知道美国教育 他基本上这些预算的投入器根本就是不足 那如果你还可以多一倍的预算 这对美国教育 对美国的小孩子 对美国的这些学童 或者是大学生 都是相当有帮助的 但他们宁愿把这个钱拿去乌克兰 或是美国的这些基础设施 什么问题一大堆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现场真的感觉到 很多人他们都是觉得不应该继续援助乌克兰 那其实在说到这里就是 川普会选择他的新的副总统万斯 他也是打着这个反对 继续援助乌克兰 他可以说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 最旗帜鲜明 就觉得不应该继续援助乌克兰 这一号人物 他在这个有关的这个法案上面 一直都是投反对票 就是这个钱不应该用在乌克兰身上 应该用在美国身上